此次展览吸引了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 250余家公司以及多国海上力量参加 在舰艇开放期间 我海军官兵积极与多国海军进行友好交流 相互介绍先进经验 超过1000名多国海军官兵 及新加坡华人华侨登舰参观 在此前的连演中 我们与新加坡海军共同完成了舰炮实弹射击 联合搜救与医疗后送等近10个科目演练 在舰艇开放期间 我们举办了甲板招待会 组织了太极拳 武术等传统文化展示 进一步展现我人民海军开放 自信 友好的良好形象 据了解 这是时隔4年 新加坡再次主办亚洲国际海事防务展 展览共持续3天 期间 多家国际企业展示了舰载武器系统 无人驾驶系统 船舶动力系统等 最新海事科技成果 多国海军及海事执法部门负责人 也围绕增进亚太地区互信与合作 展开了对话